今年来的我国新能源车出口大幅增长 市场份额逐年攀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4.8万辆 同比增长1.1倍 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出口都有哪些新的亮点 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上海外高桥港和深圳延田港去做了解 这里是上海外高桥港区的海通国际汽车码头 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停车场是停放了有一万多辆 正在等待出口的国产品牌汽车 这两年我国的汽车进出口数量是实现了一个反转 尤其是在今年的一季度 几乎每个月海通码头的汽车出口数量都在进口数量的6倍左右 我身后这一艘一艘230米长的滚装船也是海通码头的常客 今天这艘船要在这里运载3000多辆的国产品牌汽车 从这里出发去往欧洲市场 那其中新能源车的占比也超过了30% 工作人员告诉我呀 这艘船的主要目的港就包括比利时的泽布铝赫 英国的布里斯托以及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其实目的港也能够反映出来我国汽车出口的一个变化 像是我了解下来呢 这里的滚装船以前会主要去往中东东南亚以及南美的主要港口 那随着新能源车市场逐渐打开 目前所有的目的港中呢 欧洲和澳大利亚港口的占比也已经超过了一半 如果我们正常就是说直接装船的话 每小时的作业效率大概到180到200辆左右 如果采取分担作业模式呢 我们可以达到每小时230到250的作业效率 这样呢能够更加快速的使货物上船 然后船准时离港 加快一个船舶的周转率 从海关数据来看 我国纯电动乘用车出口均价 有2018年的每辆车0.08万美元 一路上涨至2022年的每辆车2.12万美元 除去汇率因素 还收益于中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 技术与产品性能的提升 我现在是在深圳市盐天港区 今天将有442辆比亚迪新能源车 装箱完毕 将搭乘集装箱货轮运往墨西哥 从一开始的出口东南亚 到去年的主要出口欧洲 今年呢深圳的新能源车出口 还新增了墨西哥等中北美市场 新能源车出口实现了量价提升 那么盐天港呢 是全球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 因此呢和滚装船码头不一样的是 盐天港的新能源车出口 采用的是可折叠商品车专用框架 一个集装箱呢最多可以装三辆新能源车的 传载集装箱运输模式 这样呢可以减少单辆车的运输成本 节约约一半左右的运费 2023年前两个月 经盐天港出口新能源车 共2050辆 同期深圳关区新能源汽车出口 超36亿元 同比增长约23倍 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将有望达到80万辆 而随着海外认可度持续提升 以及服务网络不断完善 一季度 五国新能源车出口量增的同时 价格也呈现出高增长的态势 在当前阶段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制造 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和需求 能够把我们的基础打打实 把我们的品牌输出好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差差量 我们下期待